盟友 你來做什麼 自然是帶走小蘭花 只管試試 若敢阻碍 别会无客气 停 你们能不能先把剑放下 带走小兰花之前 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说 这样的残缺元神 我好像在海市坏魂须见过 本座明明已经毁了话问题 为何他们还是回不到望川 这些逝者生前惨遭折磨 致使元神残缺迷失 不能回归归须之间 只能在望川终日徘徊 不能安息 我岳族子民岂容如此折辱 我先祖将士应魂 赢得到死后的安宁 我有一个办法 可以安抚净化这些元神 这是石灵昌 我师父跟我说过 这是上古时期 第一任西山神女谱写的曲子 有疗愈生灵 净化元神之能 东军和野女 曾共同合奏 祭祀天地 但是千万年来 虽然这本曲子流传三界 却没有人可以驾驭得了他 我知道了 你是岳族最高的至尊 你是仙界战神 你们两个是两族里面法力最强的人 若你们两个可以联手 一定可以驾驭得了他 正有此意 岳尊意下如何 他答应 他当然答应 这个事情又不是长恨先军一个人的事 岳曾耐人这么好 一定不会弃岳祖子弟不顾的 对不对 既有小兰花求情 又事出有因 本座远了 琴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